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 再进一步对我们的这个打印结果 再做一些优化 我们现在的这个打印结果的问题在于 我们没有显示这样的一个主播排名的序号 对不对 那么这个序号在哪儿获取 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的所打印的这个列表 它已经是一个排好序的 对不对 既然你已经排好序了 那么其实呢 我们取这个列表的序号 是不是就是主播的序号 好,那么我们再对我们的这个打印效方法 做一个完善 好,那么这里呢 给大家说一个小技巧 我如何在一个很长的文件里面 能快速找到我们要的函数呢 VS Code呢 提供这样一个功能 快捷键是Ctrl,Shift,加O 然后呢 我们输入这样一个效 维持之后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呢 快速跳短到这样一个效方法这里 好,我们现在呢 来对这个效方法呢 做一个更改 好,那么我们再对我们的打印效方法 那么如果啊 我们能在这个FallIn循环里面呢 能够拿到当前的这样的一个encos 在encos这样的一个列表里面的下标序号 是不是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功能了 那么怎样可以拿到这个序号呢 我们之前呢也讲过了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不要直接便利encos这个列表了 我们呢 我们呢 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for runc 现在我们呢 in这样的一个runc 之前我们讲到过了啊 0到多少啊 到这样的一个encos列表的长度 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来取到这样的一个下标序号 好,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print格式啊 我们又把它给改一下啊 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格式呢 不是很好看的 我们首先显示Runk Runk后面加上这样一个Runk的序号 那么序号是多少呢 很明显 序号就是这里的这样一个Runk 那么要注意的是 这个Runk的起始值将是0 所以说我们这里str了之后 它内部我们要Runk加上1 让它成1开始 这份我们再来显示一个冒号 冒号后面跟上主播的姓名 也就是我们的Ankos 用这个列表 然后加上它的下标Runk 然后再获取到它的内容 这样就拿到主播的姓名 好 那么最后还插一个什么 是不是还插上 这样一个主播的观看人数 RunkNumber就可以了 最后别忘记了 把这个trueint的括号给匿合起来 我们在这个Runk后面 加几个控制 然后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们的代码 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这个结果列表里面 这个格式画得比较好看 然后还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Runk的序号都有 好 那么截止到现在 我们的这个小爬虫案例 就初步的编写完成了 当然了 我最后要说的是 我们这里是没有后续的处理了 所以说我们是把这样的一个结果 给打印出来 但是如果你还有后续的处理 比如说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些数据 存储到我们的数据库里去对不对 其实这个地方就不是这样的一个私有的效方法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储数据库的方法 我们的这个展示 只是数据处理的众多手段中的最简单的一种 你可以去进一步的存储数据 你可以存到VADIS里 对不对 你可以存到数据库里 甚至你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大数据处理的系统里面 就都可以 好 那么在这个小项目的最后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点这样一个写函数的一个技巧 我建议大家是用的是我这样的一种方式 还是我之前说的 go是一个入口方法 它也是一个主方法 在主方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很清晰的展现了数据处理的每一个流程和步骤 首先是find content 取这样的一个内容 然后是undersize 分析这个内容 分析的内容之后 进一步去精炼这样的一个内容 然后最后对这个内容做业务处理 我们这里是排序 所以说我们这里调用salt这个函数 然后一切处理完成了之后 最后一步就是展示我们的方法 所以说利用这样的一个主方法的形式 不仅是你自己维护起来好维护 然后别人去看你的这个类的时候 别人就看到go是一个主方法 然后一目了然 所有的流程过程都在这里 我推荐大家多写一些这样一些评级的函数 我不推荐大家去多做这样一些嵌套的函数 什么叫嵌套的函数呢 嵌套的函数意思就是说 你在这里可能就调用了一个find content 然后你把analyze refine 还有salt 全部都放到这个find content的这一个函数里面 一层层嵌套 然后最终你把排序完成的结果 一次的返回回来 然后最终再展示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嵌套的一个结果 嵌套的结果的话 别人还需要根据你的嵌套的形式 一层一层的往上去找这些函数 它肯定不如这些平铺式的要好 这个是我给大家的一个推荐 但是具体你怎么写的话 由你自己来决定 好 那么最后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puzzle里面的注释 应该怎么写 如果我们想写一个比较规范的这样一个代码的话 注释是必不可少的 好 首先这个就是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模块的注释 模块的注释 它是采用这样的一个多行支付串 然后中间可以夹任意多行的注释 这个代表的是模块注释 那么通常来说的话 模块注释算是最高级别的一个注释 好 接着下来就是什么 接着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类的注释 类的注释和模块的注释是一样的 也是采用着这样一个多行支付串 接着是方法级别的注释 方法级别的注释 也是和这个模块和类的注释的形式是一样的 多行支付串 所以说像我们这个类注释 还有这样的一个方法注释 和其他的语言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其他的语言通常来讲的话 都是把这个注释写在这个类 或者是方法的上面 但是我们拍子是写在里面的 当然一定要注意 注释也要有这样的说紧 上面这些绿色的单行注释 这个它不是注释 这个是我讲课的时候给大家写的一个门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外面最好是不要写这样的一种注释 特别的难看 我们如果是多行注释 还是要用这样一个多行支付串的方式 好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模块类 还有这样一个方法的注释 我们通常称为这样的一个块注释 好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单行代码的注释 比如说我现在想对这个request的这样一行代码 做这个单行注释的话 那么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教程里面 推荐大家是在这句代码的后面 加上这样一个注释 好 比如说 但是我比较推荐大家 在这句代码的上面进行这样一个注释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这个只是一个个人的习惯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注释 更加有利于我们代码的热读 所以说我推荐这种 如果你喜欢这种也是可以的 然后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什么 最好我们要在这个注释上面要控上一个 假如说我是对上面的这样一句话 做这样一个注释 那么建议大家在注释和上一行代码之间 留一个空行出来 好 那么最后呢 关于代码的规范性 还给大家一个建议 在python里面更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善于利用这样的一个空行 因为这个空行是最能够增加 这样一个代码的一个块的概念的 好 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记得ansys这样的一个函数 我们应该在哪里空行呢 我个人认为的空行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把ncos这里和录者html做一个分割 然后接着把return这里再做一个分割 这样的一个日读感会更加的好一些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提醒两点 第一点不要滥用这样的一个空行 空行的一定是要有意义的 是要方便大家阅读的 第二点就是呢 最好不要在一个函数里面写太多行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 我写的这每一个函数呢 其实都是比较小巧的 都是非常小巧的 就是这么几行代码 这个呢也是我建议的一个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一个函数里面包含太多的功能 写太多的代码的话呢 这个呢是非常不利于别人去阅读的 为什么要把这个函数尽量的缩小呢 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呢 如果你的一个函数足够的小的话 那么呢 你的这个函数名呢 其实就是对你函数作用最好的一个描述啊 这个是要缩小这个函数体积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好 那么第二个原因在于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在于啊 函数体积越小 它就越灵活 然后呢你附用起来就越方便 如果你在一个代码里面写了大量的业务逻辑 基本上你这个函数就没有意义啊 写太多逻辑之后 这个函数就不太可能去复用了 很多国外的这样的一些教材里面呢 都倡导大家函数的最好的一个函数呢 要控制在这样一个八行左右啊 甚至呢有个教材呢 说是五行左右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呢有点太极端了啊 那么我给大家一个啊 我这些年写代码的一个关于行数的经验啊 我个人认为呢 行数呢 最好呢是控制在十行到二十行之间啊 最多呢 不要超过三十行啊 如果超过三十行的行数的话呢 基本上呢 说呢 复用起来的话呢 是非常困难的 好 那么这里呢 就相当于给大家呢 总结一下我们编码的一些常识和规范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案例的教程呢 就先讲到这里 然后呢 这里呢 跟大家说一个小技巧啊 由于呢 它熊猫TV的这样的一个 HTML的 应该那都是用模板编写的啊 所以说呢 你在这个URL的后面啊 你把URL换成别的这样的一个分类 或者是频道的这样的一个名字的话呢 就可以张硬的去抓取别的分类的这样的一个排名啊 比如说我们把它换成流石了 Hotstorm 不是传说的这样的一个频道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啊 我们只改这样的一个名字 然后呢 就可以抓到炉石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排名啊 炉石才9个人啊 这跟LL也差的太多了 总之呢 你想抓哪个分类 其实呢 都可以在它的这个网站的URL后面呢 去对应的变换就可以了 比如说呢 它这里呢 是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分类 比如说呢 你想抓这个王子荣耀的行不行 也行啊 然后呢 你找到它这个地址 URL最后一段 把它给更换就可以了 我们试一下 发现什么 马上就可以变成王子荣耀的排行榜了 好 那么我们的课程呢 就先讲到这里 最后呢 我要说的是啊 我只是给大家实现了这样一个功能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 我们的这样一段代码 你确实是完成了功能 但是呢 写的是非常糟糕的啊 根本就没有把面相对象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啊 融入到我们的编程里面来 还可以说呢 是最糟糕的 最直白的 最平铺持续的代码的写法 这个写法呢 也是我们绝大多数同学 习惯性的一种写法 好 你像这样一段代码 它最大的问题呢 不是在于可读性上面啊 其实呢 这段代码的可读性呢 还算是不错的 用了一个基本的spend类啊 把相关的功能都给封装在一起了 然后呢 每一个的函数啊 它的功能呢 通过函数名呢 也都标识得很清楚啊 那么这段代码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呢 这段代码的问题在于 它抵御这种业务需求变化的能力太差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呢 我现在啊 我不让你去抓熊猫了 我可能熊猫的也要抓 我让你同时还去抓一下 斗鱼这个直播网站的啊 这样的一个三观的直播排名 那怎么办 那基本上你的这样的一些代码呢 根本就全都要改啊 没有任何的复用性可言啊 好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 大家下去了之后呢 可以对比一下啊 如果说你写的代码呢 也是这样的啊 甚至是呢 还不如这样的一种写法要好的话 那么我建议大家下去了之后呢 应该呢 再想一想啊 如何呢 把它写得更加面向对象一点啊 去考虑更多的一些情况啊 虽然说对于一个小的案例来讲的话 这样写的够了 但是呢 如果你永远这么想的话呢 那么我们代码的水平呢 永远就不会得到提高啊 写出来呢 是一回事情啊 但是呢 写好啊 写出这样的一些防御性编码呢 这样的一些风格的代码呢 确实很不容易的啊 好 那么对于爬虫这个案例来说的话呢 我这里呢 还有一套代码 这套代码呢 是按照我的一个面向对象的理解呢 来设计的 那么我希望大家呢 下去了之后呢 可以自己呢 先对我们目前的这个版本呢 进行一个重构啊 然后呢 我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我也会把现在的这套代码呢 我的这个面向对象的版本的代码呢 把它整理一下啊 然后呢 再把它上传上去 大家到时候呢 可以去下载 好 我们先抛开这样一个代码的形式而言啊 就我们的这段代码呢 里面所用的知识点呢 我认为呢 还是比较多的啊 各方面呢 都涉及到了 那么最后呢 关于这个爬虫 给大家呢 再介绍一些吧 因为我们这个呢 只是一个语法课程啊 所以说呢 更多的呢 是关注这样的一个 语法层面的一些练习啊 顺便呢 跟大家呢 讲了这样的一个 不使用任何的库或者是框架呢 来完成一个原生爬虫啊 还是我之前所说的这个观点啊 其实呢 不管爬虫多么复杂 基本的原理呢 就摆在这里在啊 好 那么下面呢 我来说一下 如果呢 你是真的要去做一个 比较中大型的爬虫啊 不是像我们这样呢 去写一个练手的项目的话呢 那么呢 你呢 需要考虑几个方面啊 以及可以使用什么工具 首先呢 有这样的一个库啊 叫Beautiful Soap 这个库呢 大家呢 下去之后呢 可以了解一下 强烈向大家推荐啊 用了这个Beautiful Soap之后呢 你就不用像我们这样的啊 这么依靠这样的一个 正在表达式了啊 它呢 可以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可以帮助你快速的 来提炼内容 好 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官方网站啊 大家就是说 你可以了解一下啊 Beautiful Soap 很多我们看到的 这些爬虫框架啊 其实呢 它内部呢 还是继承了 这样一个Beautiful Soap啊 但是呢 我们话又说回来了啊 如果你的正在表达式呢 真的是用得很好 很熟练的话 什么Beautiful Soap啊 你根本就不需要使用它 偷偷懒嘛 简化下代码嘛 还是可以使用一下的啊 好 然后呢 第二个啊 Scribe 这样的一个爬虫框架啊 大家也可以去使用一下 好 那么这里呢 就是Scribe的官方网站啊 大家呢 有兴趣的可以来了解一下 这样的一个爬虫框架 我的建议上 你写一些小的简单的爬虫啊 我就不建议大家 去使用这样一个框架 去折腾半天啊 因为你使用这个框架呢 你必然呢 会要浪费你的精力和时间成本呢 去研究这样一个框架啊 写一些小的东西呢 我们顺手就写了 就没有这个必要 但如果呢 你想做这样一些 比如说呢 像这样的一个多线层的爬虫 或者是分布式的爬虫的话呢 可以考虑使用这样一些框架 我个人的观点 或者是我个人的习惯就是啊 对于框架这些东西啊 能不用就不用 个人的一个习惯 为什么不去用呢 还是我刚刚说的啊 你要去研究一个框架的话 真的会耗费很多的时间程度 我更加愿意啊 把这些时间呢 都集中在我的业务处理上面 我相当反对很多同学啊 为了学框架去学框架 根本就不是为了去解决问题啊 去学这些框架 你学的框架一定要有用啊 而不是只是学了就学了 这没有意义 把时间省下来 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 好 最后呢 关于爬虫呢 最难的地方在于什么 或者最烦人的地方在于什么 我们呢是可以写爬虫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爬人家的数据 人家呢是可以反爬虫的 那么人家反爬虫 那么你就想着 你怎么去反爬虫呢 所以说呢 爬虫技术啊 永远的是在这三者之间 来回的斗争啊 爬虫呢 你说简单也简单 但是你说它高深呢 它确实是还有很多 很多技术值得去研究啊 我们呢还没有考虑到 爬虫的效率 对不对 还有呢 就是你爬回来的数据 有可能是含量的数据 这些数据如何去存储啊 所以说爬虫呢 它不是一个终极的一个技术啊 它只是一个过渡的技术 更加重要的技术是在什么地方呢 更加重要的地方在于啊 你把数据爬回来了之后 如何去分析提取 如何去利用 归结到我们这个小实力里面啊 其实就在于啊 我们呢 这样的一个精炼数据啊 以及和业务结合起来 如何处理这些数据啊 这个呢 才是更加有意义的事情啊 你不要只是为了爬而爬 爬回来的数据要有用 好 最后呢 我们说一下 大家在写爬虫的时候 最有可能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 就是你的IP啊 你的当前运行爬虫的 这个服务器的IP啊 可能被封了 就我们的这个案例来言的话 如果你不是太频繁的爬取的 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被封的啊 当时呢 我在这个原来代码里面啊 写了这样的一个 Timer的定时器啊 我是60秒去抓一次 至少我大概测试了 有两天啊 都没有被封啊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去 频繁的更新数据的时候呢 频率啊 要把它设小一点啊 如果你以后在抓取大量的数据的时候啊 如果被封了的话呢 其实呢 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 你只能去寻找这样一个代理IP 寻找这样一些代理IP啊 因为呢 它封你呢 它只能根据你的IP来封啊 那么你换一个IP呢 其实呢 就又可以来爬了 好 那么这个呢 就跟大家先聊一下 那么我们关于爬虫的这个案例呢 就讲到这里了 同学们 那么我们下节目再见 那么我们下节目 少许和这个案例 看到这个案例 质